我告訴你 歷史穿越劇不夠精彩 真實的歷史才精彩 但我跟學生講蘇東坡 我就說你們相信嗎 蘇東坡吃檳榔 對 而且蘇東坡就是被扁到哪裡 什麼東西都吃 他就是胃口很好 我的學生都會跟我說 老師你有通靈的能力嗎 不然你怎麼知道 這個韓裕是中二病的代表 諸如此類 原住民是一個神話 建構的一個部落 因為它有神話 它就充滿了禁忌 有禁忌就守自虛 守自技術的永續